大家好,我是九龍豪宅Kathryn Go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有一居單位 我們一起看看 今次介紹這15座單位 都是比較接近地鐵站範圍的座數 這個單位實用面積675呎 一進大門口就已經到我們的飯客廳 它是成一字形的設計 單位實用到一進門口的位置 在飯廳也製造了儲物櫃 客廳放了電視地櫃和梳化 中間還有很多活動空間 現在我們從客廳看出去 就是看我們桃園街公園的園景 這個單位最實用的地方 就是沒有走廊位 現在我們先看看主人房 擺到將雙人床和有位置做到一個書桌 睡房景觀都是望回我們桃園街公園 主人房門後面還可以偷到少少位做多個小衣櫃 主人房浴室 放了很多儲物位置 保留在溶浴缸 客廳的另一邊就是兩間客房 這間客房都有兩邊窗 做了個大型衣櫃 還有位置放到雙人床 景觀方面都是望回桃園街公園的球場景 還有少少獅子山景都可以讓你看到 最小的客房都做了上客隔床 還有位置放衣櫃 兩間客房的中間就是客廳 它是改了做棋缸 最後我們就是看看廚房 廚房除了有基本的煮食爐具之外 而且還做到很多的廚櫃 儲物空間相當充足 雪櫃和洗衣機都放在廚房裏面 今次就介紹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喜歡的話就記得讚好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片見 拜拜